美国东南部海岛城市 美国东南部海上还有一座名叫基维斯特的美国城市 不过当地人会很生气的告诉你 我们是美国人 你们问问华盛顿家们里那些油头粉面的老爷们 他们把我们当成美国人了吗 从美国佛罗里达半岛最南端开始 有一个狭长的城东北西南走向的小岛链 踩着雀桥走到头 就是西域市基维斯特在没有这条跨海公路之前 基维斯特和美国陆地是分开的 有了这条天路 基维斯特的居民去佛罗里达非常方便 但是呢 刚才说了 基维斯特距离古巴非常近 自然会有不少古巴的人通过基维斯特进入美国 怎么近呢 先游到基维斯特 踩着雀桥就OK了 盯上这条天路的不仅是偷渡者 还有各种来路不明的大烟贩子 雀桥不但拥挤 对美国来说还有点危险 美国当然不会任由这种情况下发展 就决定在天路上设检查站进行盘查 基本上一个小岛设个检查站 美国这样做对吗 完全正确 但让基维斯特人不满的是 他们开车去佛罗里达 以前通行无阻 现在检查站了 连他们也要检查 耗时 从以前三小时到现在六小时 这还是不堵车的情况下 基维斯特施的小城 很多人都要去大陆购物或者工作 检查站多如牛毛 直接打断了他们的生活节奏 怨声载道 他们向有关机构反应情况 没想到对方的回答却是 要证明你们的清白 必须接受检查 所有人都火了 居民代表来到美国最高法律机构 投诉有关机构对自己的歧视 说我们是正经八百的美国人 不是偷渡者 更不是大烟贩子 没想到 法官没站在他们这边 说检查站的设立完全正确 和大多数美国人的利益 基维斯特人火冒三丈 说你们这些腐朽的肉食者 不把我们当成美国人 我们还不稀罕当美国人 怎么办 脱离美国 建立国家 著名的海洛国应运而生 时间是1982年4月23日 市长沃特罗先生 出任海洛国的首任管理员 他在广场上充满激情的演讲 美国兵一定会来 咱们兵来将党 水来涂鸦 美国当然不可能坐视自己的地盘 被分离 何况是基维斯特这么重要的海岛 美国大兵杀将海洛国 来了多少 就一位兵大爷 在向沃特罗时食物者为俊杰 当场投降 美国以为事情搞定了 没想到还有更麻烦的 沃特罗代表基维斯特人 向美国郑重提出一个要求 你们发动的战争 对美丽的基维斯特 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破坏 你们应该向基维斯特赔偿10亿美元 同时撤销所有的检查债 美国代表同意撤销检查债 但对于10亿美元 代表拍照 子说你 要钱没有 要命也不给 哪两款哪待着去 海洛国非常有任性 继续给美国添灯 1994年 海洛国听说迈阿密要举办美洲国家的会议 就派人连夜赶到迈阿密 声称要以国家的名义参加会议 美国听说后鼻子都快气微了 游戏还没玩够 美国只好对外声明 说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海洛国 基维斯特从来都是美国的一部分 但是海洛国还在快乐的折腾 到后来美国也懒得再搭理他们了 自娱自乐去吧 反正也不是真国家 否则以美国的脾气 海洛国能让美国抱垂成海洛 美国觉得让基维斯特闹腾也好 至少可以扩大基维斯特的知名度 为旅游做贡献 美国还能多弄点税收 有了美国的默认 海洛国就有了底气 各种发展旅游的招数都用了 比如满世界发海洛国的护照 还别说 特别抢手 更多历史地理文章 请订阅微信公号 地图地返回搜狐 查 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